爆料突然中斷 CNN抢先披露川普劲敌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副手 由明尼苏达州州长华茲重选 贺锦丽随后也在网上亲自宣布 就是这个词 华茲将川普和大党犯思 贴上怪胎标签 前显易懂 不只民主党跟近海引爆跨世代热潮 更成为网路迷因 让他声量全国爆充 亲切的外表华茲就像林家阿伯 他六十岁只比贺锦丽大一岁 高中教师出身 当过美式足球教练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他选择到中国教书 二零一四年离开校园 踏入政坛 他说暴政存在 因为遗忘 时刻提醒要大家 勿忘六四 贺锦丽副手人选呼声最高的宾州州长 夏皮罗没出现 宾州是关键摇摆州 也是拜登四年前当选关键 穿出川普阵营 松了一口气 华茲在二零一八年 州长竞选已超过十个百分点 击败共和党对手 只是任内争议也不少 疫情时动用紧急权力 强制措施引发争议 布鲁伊德案处理不当的 可能成为重大挑战 在新闻言信报道